在漫威宇宙中拥有着各种各样设定的强者 我们之前也说过不少了 今天我们来说说天神组 首先呢先给大家说声抱歉 之前由于我查资料不当 勿将天神组的创造者 错写成了五大创世神明中的永恒 但真实情况却是由第一苍穹创造出来的 在早期的设定中 整个漫威宇宙空间里所有的一切都是虚无的 只有第一苍穹自己拥有宇宙实体意识 此时多元宇宙的概念也没有形成 当时的第一苍穹因为孤独的太久了 所以就创造了第一批天神组 因为他们通体有黑 所以也叫黑暗天神组 黑暗天神组对第一苍穹为命适从 后来他们效仿了第一苍穹的做法 并依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第二批天神组 也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主角 这次不再是黑暗天神组了 而是彩色天神组 漫画中这两种颜色的天神组 在世界观上逐渐产生了分歧 并且矛盾越闹越大 以至于在很短的时间内 他们就爆发了一场超级大战 关键是这场大战的激烈程度相当恐怖 直接波及到了当时的第一苍穹 使得第一苍穹的躯体都被摧毁了一部分 也正是这脱离了第一苍穹的躯体部分 在之后的时间推移中 开始慢慢产生了变化 逐渐衍生出了继第一苍穹之后的 又一个永恒意识 并且伴随着这些碎片的发展 逐渐形成了之后的漫威多元宇宙 因此早期天神组的战斗力设定 还是比较强悍的 毕竟能够崩碎部分的第一苍穹的躯体 方言望去整个漫威宇宙 能做到这一程度的角色 可属实是不多 了解完天神组是如何被创造的 下面我们来详细扒一扒 他们的战绩以及实力如何 在开始之前先跟大家说一下 漫威对于宇宙层次中的神明 有比较明确的实力标准 来签定上下等级层次 这其中在常规设定里 一般的标准就是 地球神单体宇宙量级 多元宇宙量级 全能宇宙量级 天神组的段位就处于单体宇宙量级 整个天神组群体的实力 设定普遍都是保持在单体宇宙量级 所以他们的大概实力 基本上已经卡死在这儿了 天神组中任何一个人的能量 都可以超越神话天赋 他们的力量相当的庞大 各自都有着不同的属性与分工 这也让天神组各成员 配合起来更加的强悍 理论上天神组应该有无数位成员 他们可以随意修改任何设定逻辑概念 甚至是任何人心目中的任何文字设定 无论多么矛盾都可以 天神组是未知非物质形式的能量意识生命体 也是宇宙中最早诞生的生命种族之一 他们能量构成是人类文明所无法理解的 天神组是一群神秘的外星巨人 他们的能量隐藏在物理外壳之下 全身覆盖着盔甲 大多数的身高达到了2000英尺 虽然块头很大 不过他们依旧能灵活利用各种器具和船舰 来协助自己执行任务 每一位天神皆拥有上限未知的巨大宇宙力量 其足以摧毁整颗行星或是恒星 没有人见过天神组成员盔甲之下是什么样子 只知道他们过去曾在四个不同的时期拜访过地球 而且每一次拜访都改变了地球的历史 第一对天神大约在100万年以前来到的地球 当时他们在地球最高等的生物身上 进行了遗传基因的测试和实验 由于基因的改变 这些生物进化的进化 变异的变异 在一次次的蜕变当中 人类诞生了 其中一部分实验体 甚至在实验过程中获得了超能力 地球上的永恒族 以及具备X基因的变种人 其实都是当年天神组降临地球时实验的杰作 所以理论上来讲 变种人应该是天神组创造出来的 在测试过人类基因的多种变化后 天神又创造了两种人类后代类型 永恒族和异常族 这一点在电影永恒族中有所体现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点击我的主页 寻找解说视频观看 话说回来 第一对天神组回去以后 第二对天神组在大约25000年以前来到了地球 他们此行的任务是要检查第一次实验的结果 没想到却发现 异常族竟然与当年天神组定下的规矩背道而斥 这是他们无法忍受的 于是天神组毁掉了异常族的心血作为警告 而这股巨大的能量则引发了大陆板块的剧烈运动 最后导致亚特兰蒂斯沉入海底 这件事过后不久 第二对天神组便离开了 第三对天神则是在1000年前到达地球的 这次他们来是想检查一下人类发展的进度 顺便验收一下之前的实验成果 结果刚好遇见了地球上的众神 其中包括奥丁 宙斯 印度的凡天 施婆神 以及数不清的各种混沌神明在内 他们在了解完天神组对人类的所作所为后 异常的愤怒 认为人类应该顺其自然的发展 不应该一而再再而三的进行干涉 于是奥丁带人联手挑战了天神组 并要求他们不再干涉人类的命运 但即使是众神联手也依旧不是天神组的对手 他们甚至毫无胜算 这是众神第一次见识到如此强大的力量 最终奥丁等人被打怕了 决定再也不管天神组了 他们爱对人类怎么样就怎么样 然后是第四对天神组 他们是在近几年到达地球的 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审判人类的价值观 如果发现他们不合格的话 天神便会毁灭人类 此时由于全世界辐射等级加重 导致地球出现了危机 天神组对此一致认为逝者生存 他们不会袖手旁观 也不会对所有人都施以援手 最终天神组决定在离开地球时 将最杰出的12个人类一起带走 至于剩下的人就听天有命吧 当然这场危机最后是得到了解决的 其实天神组不单单是一个独立的群体 他们关联了许多的宇宙大事件的直线设定 在漫威古早漫时期的漫画设定中 天神组和当时的观察者一族称得上是死对头 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观察者和天神组之间 对待宇宙生灵的认知态度 以及操作原则完全不同 众所周知 观察者向来是秉承着 绝不插手任何事这一观念 而天神组却截然相反 他们想通过自己的介入 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由于观点不同 观察者和天神组一直在暗中较劲 一直持续了上亿年 直到后来天神组中的根除者 杀死了观察者中最强的一个 他们之间才算是分出了胜负 在漫威古早曼时期 当时有一个名为门徒的角色 他的能力是可以无限制的复制目标的能力 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叠加 所以在当时的剧情中 门徒的能力几乎是成几何倍数的暴涨 将生命法庭的能力都给复制 并且叠加了过去 简直就是无敌一般的存在了 以至于让后续的许多剧情 都没办法继续下去 因为战无不胜 使得当时的门徒自信心爆棚 他们甚至开始自称是OAA 很快目中无人的门徒便惊动了天神组 OAA当然不允许自己的名号被侮辱 于是他带人直接怼翻了门徒 在天神组面前 门徒可以说是毫无反抗之力 就这样在天神组的攻击下 他彻底成了过去式 但其实至今为止 漫威官方没有明确说过 天神组到底有多少成员 其中有几名是已经知道名字和职能的 其他的天神虽然被见到过 但却无法辨认出来 下面我带大家简单盘点一下 已知的一些天神组成员 其中包括根除者 收集者 法官 领袖 倾听者 我们一个一个讲 首先是第四队天神组的领袖 One Above All 也就是OAA 对 跟整个漫威宇宙的老大OAA重名了 所以对方的名字中间才要带上这三个横杠 One Above All 在队伍中负责协调和管理其余天神的工作 官方手册上显示 他是最强大的一个天神 One Above All曾经和队友一起 用意念操纵星球作为他们的武器 还扭曲过时间和空间 来无效化索尔的攻击 接下来是法官 作为团队里面的首脑 他总是会第一个到达行星上 实际上天神组早就在无数个行星上 拨下了生命之种 目的也就是要进行他们的遗传基因实验 如果过程中发现了危险性极强的种族 法官就会毫不犹豫地召唤 实力强横的根除者来直接灭族 以维持维度里的安全与平衡 这一点在电影《永恒族》里有所体现 只不过进行了一些修改 法官曾毫发无损地承受过三名天赋的联合攻击 其威力被描述足以把星球送出轨道 并且有能力永久封闭通往众神领域的维度入口 不仅如此 法官还能轻易融毁奥丁之剑 然后是搜索者 他的能力在天神中非常的特殊且重要 搜索者具有搜索生命体的能力 若是天神组没有他在 那么整体的实验计划效率就会大打折扣 因此搜索者经常做的任务 就是在各个星球找到那些具有潜能的生命体 这样天神组才能方便对他们进行干涉和改良 下面是根除者 这家伙绝对是天神组里的武力担当 打打杀杀这种事全都是交到他手里去办的 根除者的任务就是等待法官指令 随时对行星上的生命进行屠杀 这些年间 根除者杀光了不少种族 其中有一次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雷神发现了 在得知根除者要杀光几乎整个星球的人后 雷神秉承着爱与正义的观念 毅然决然地决定前去阻止 但是吧 他打不过人家 你想想 根除者执行任务基本上都是单打独斗 那么多星球的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雷神和他的伙伴们又怎么可能有胜算呢 下面是收集者 他的任务相当的明确 那就是搜集目标星球中 值得被天神组进行实验的生物 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提高效率 不仅如此 收集者可以任意改变生物的形态 所以他看似是个寻找目标的 实则是探路的 然后是倾听者 他曾经拥有着一项特别的任务 寿命化为人形 并将神奇先生与隐形女的儿子 弗兰克林·理查兹带回太空母舰做评价 毕竟神奇先生的智商在地球上已经算是佼佼者了 他的儿子肯定也很有价值 但是这一部分的故事我没有找到 大致了解到 倾听者最终放弃了这个目标 在后续的过程中 他一个弹指把雷神变成了一个青蛙 其实天神组的成员还有很多 这里呢我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说了这么久 全在强调他们的能力有多么多么的强 但实际上任何角色都不是绝对的强 天神组厉害起来的上限可以撼动第一苍穹 那弱起来也真的是无下限 不夸张的讲 快赶上行星吞噬者了吧 好了 以上这些就是本期内容 说实话 好多情节的漫画都已经找不到了 如果有什么错误的地方 欢迎大家帮忙改正 我们下期再见咯